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毕业以上的女孩子 就说你们最愿意选择的职业是什么 后来这个调查文件收上来 发现哪个职业排在第一呢 空警 他为什么很多女孩愿意选空警这个职业呢 首先你咱再看外形 这甭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韩国公司 这空警都是美丽的 优雅的 有素质的 个头啊 身材啊 长相啊 举止言谈呢 看着这行业就那么受人尊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飞机啊 这些年说实在已经成了大众普及的交通工具 可是在过去给我们的印象当中 那飞机得有钱人才能坐 所以往往很多女孩子呢 咱也不能说人家闲骗爱风 那你谁不想过两天好日子 所以假如说我要嫁个金龟婿 找个如意郎君 是个有钱的主 是不是少奋斗多少年 那么你要作为空警呢 在飞机上接触的有钱人概率就高了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 很多女孩子就喜欢选择这个空警的职业 那么说这个空警 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点那么吸引人呢 其实有很大程度上呢 实际上影视剧给误导了 白菜多折扣网提示您下节精彩内容 爱内斗 飞机里上演甄嬛传 艳遇多 云中遭遇浪漫邂逅 培训男 女飞人 变身女 超人 三万英尺上的神秘生活 空中小姐究竟什么样 老梁故事会空姐的秘密 魏中帝 咱们这个 我记得2010年有个电视剧 叫和空警一起的日子 主演是姚晨 说这姚晨呢 身边一堆追求者 后来当了空警了呢 结果在飞机上 这是好多人都追求的 这姚晨呢 也把追求者呢 给编成号 都编成三倍数的 001号 002号 003号 004号 有的一见面 他就像他要电话呢 猪头大款 还有的这个 尾随他偷窥 他的超市经理 冷静 老公 你去哪了 我找你半天 这位是超市的王经理 就好像他这个生活 总是能在云上 邂逅一些有魅力的男人 这日子过得挺浪漫 那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空警倒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为啥 坐飞机的人 一看空警 你空警训练有素吗 往上一站 外在形象挺好 说话温温而养 这位先生 请您需要什么 请您进行安全带 亲身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把箱子帮我放一下吧 谢谢 好 你听着很温柔 所以很多的男人呢 就对这空间产生点 不切合实际幻想 哎呀 这用我老婆这样温温呀 多好啊 是男人的福气 所以有的人呢 外在一点人 愿意表露的 可能就在飞机上 就对空警表白 在这儿你不能说人道德败坏 这个东西是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很正常的事 但是这个事呢 如果做过分了 那么对空警来说 不仅不是惊喜 甚至是惊吓 你看我举个例子 香港有个演员 叫李若同 咱们好多朋友都知道 九五版的神雕侠侣 他跟谷泰勒 一个演小龙女 一个演杨过 很漂亮 他进入影视圈 这行之前呢 就是干空警来 因为他那长相 在那气质很细人 所以经常在飞机上呢 就遇到有的那个 向他求爱 还需要点呢 写纸条 把自己电话写上 递给他 有的那鲁莽点 啊我爱你 甚至在飞机上 哭通给他跪去了 我向你求婚 更极端的是呢 飞国际航班 这法国人咱知道 这浪漫 你看这刘若同真漂亮 我就喜欢东方女人 太好了 向他表白 就这样的事 在世界各地的空学里头 绝对不是什么 说特别新鲜的事 特别罕见的事 先生 我们有法国和欧洲的红酒 你想要哪一款呢 别动 这是我的名字 人家都结婚了 都是老公啊 所以往往呢 像这种唐突的客人 空姐只能是礼貌的拒绝 为啥呢 因为在飞机上 他对你表白或者追下来 他并不了解你 你更不了解他 那个爱情总要建立在 互相了解的基础上 你看小说里 电影里天天弄的一见钟情 哪那些一见钟情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 空姐常常是礼貌的谢绝 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那么这个也决定了呢 这空姐天天呢 你看云里来物里去 一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 看着跟免费旅游似 你琢磨琢磨他的感情世界 除了说我原来就有个男朋友 稳定以外 这要是你进入空姐这行以后 你还没有男朋友 谈恋爱是很费劲的 他会说 你总在空中接触都不熟悉的人 你在地面的时候很少 有时候你回到地面上来 也累得要死了 赶紧回家睡觉去 而且大多数时间 都在这个飞机场里待着 工作的时候都在机舱里边 所以你看咱们《非诚勿扰》里头 那个舒淇远的梁孝孝 他不就是吗 他在这个做空姐的时候 他想开始一段新的爱情 可是工作里头 哪认识那么些人家 所以没办法就网上征婚 一看葛柔眼那个情分在那儿征婚 俩人就这么凑了 你不知道飞机正在滑行吗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我是想提醒你 为了你的安全 请你也提好安全带 说白了他得借助网上征婚 他才能实现在地面上的这个爱情 就这个例子就侧面说明 空姐他在情感世界里的选择 咱们实事求是说 那是不多的 所以就是后来别来别去 大伙发现一个现象 说什么呢 往往这个空姐选择飞行员 给你 希望你一路平安 谢谢 为啥 天天一块工作 内部解决的 这常有的事 可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飞机上飞行完有几年 一个航班 正驾驶 副驾驶 就俩 俩难的 空姐多少个呢 少说得四五个五六个 多了大飞机十多个 咱这么一笔 你发现狼多肉少 这事怎么办 有人就琢磨过这个事 2008年 泰国有个电视剧叫天使之争 你听这名就知道 谁是天使 空姐 争什么呀 争飞行员 就往往这飞机上呢 五六个空姐 看上一个飞行员了 怎么办 这个戏更夸张 说这个空姐里头 有个长得漂亮的 喜欢上飞行员 飞行员也喜欢他 而这个飞行员 还是个已经结了婚的 结果其他空姐 嫉妒他嫉妒的要死 就围绕着这个 争风吃素这些事啊 在地面上也斗 在空中也斗 甚至我拽你头 我打你嘴巴 弄个乱七八糟 丁丁 你是知道 我和郝宁在一起的 但你还是 想方设法勾引他 你是想拆散 我和郝宁是不是 你在北方叫我的师父 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啊 你输啊 你 谢谢 这个戏的收视率倒挺高 你说谁不愿意看 婆夫打仗 多有意思 可是这戏 演完了之后 遭到了泰国航空公司 的一致抵制 说这什么破戏 很多空姐投诉啊 我们怎么能这形象呢 还都追一个有夫之夫 都爱上他了 完了我们之间 你打我我打你的 这赶上真还转了 公斗系的这变成了 而且当时泰国的国际劳工协会 也提出抗议 不能这样 我们根本不是这个形象 因为泰国的航空公司的空姐 多少年来在国际上 有口戒备 就素质各方面都很高 你这么演我们 这不糟蹋我们了 所以后来那个电视剧制作方 站出来道歉 泰国电视台也承诺 绝不再重播这些了 所以我刚才说 这所谓内部解决狼夺肉少 那只是一个现实状况 它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情况 它也等于告诉我们 就空姐的这个情感事件 比一般女孩还要单调 这都是由工作的约束 老梁故事会 空姐的秘密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盆酒 独家冠冰播出 那有人说这单调贵单调 人家这工作好啊 背个旅行箱 今天这一趟明前那一趟 你看那梁孝孝 一会儿又北海道 一会儿又哪的 稀稀失地的 那日子过得多小 而且据说这收入也不低 其实你看着它这收入不低 它的付出非常多 两个月后 考核谁要是没通过 就给我卷铺盖角走人 今天的考试马上开始 好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来考核一下 大家的学习成果 考核方式呢 为模拟考核 不合格的同学 就不能够留在我们培训中心哦 你 我现在 现在是个非常叛逆的青年 上飞机就是不关手机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女士 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滑行了 请您关闭手机可以吗 等会儿我管了这一把吧 女士 您下飞机以后还可以继续来的 请您先关闭一下您的手机 那么请问你 为什么飞机起飞 要关手机 这 连这么简单的基础都不知道 你配当空姐吗 空姐上岗是要培训的 这个培训过程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说这个空姐培训 有一点 你面对来来往往这些客人 你不能脸拉多长吧 你不能哭嗓这脸吧 微笑服 我来帮您介绍 你想谁愿意就这么一上午这么乐 不快成二傻子了 所以就这一个细节练起就挺苦 战 笑 再一个空姐呢 上岗之后你基本的服务这些东西 你得知道 你像这个飞机上出现一点情况 有小孩 有老人 你得知道一些医疗常识 再有可能飞机在空中颠簸 这时候要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你要空姐先慌了吧 所以空姐一定得经过心理素质测试要稳定 告诉大家怎么应对紧急状况 就光这些 这仅仅是空姐最基本的 因为现在情况跟过去不一样 一开始这个坐飞机的有钱人当官的坐飞机 他本来就是坐的就少 有时候建空姐建次数也不多 他对空姐服务的要求没那么高 但现在不是 有的人因为工作关系两三天坐一趟飞机 有更多原先 根本就没坐过飞机的人开始坐飞机了 这人一多 他的要求就多种多样了 所以对这个空姐的训练 现在比过去要全面的多 你得会多 你比方说韩国航空公司训练 空姐得会拉小提琴 你前面头等舱哪个客人 这精神不好 放飞机上我烦 拿点小提琴 空姐就得叫 让两株 你得会演一段 还有得会唱歌 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在本次航班上 有一位叫林玲的小姑娘 她年纪虽小 却一直在和白血病抗争 今天是她第一次坐飞机 并且今天是林玲的生日 我代表机长和机组全力成功 祝林玲小朋友生日快乐 林玲 生日快乐 所以现在对空姐这种要求 包括哄孩子 她都得学会 怎么能短暂时间吸引小朋友注意力 让她别哭别闹 所以对空姐现在的要求 比过去提升多了 应该说就比过去 咱们时日求是说就难干多了 所以你看着说空姐这个行当 你觉得是挺疯狂 其实训练起来挺苦 有人说那也不算苦 哪行训练不苦呢 你都得学 上岗之后就好了 你成熟练工了 熟能生巧了 就没问题了 那也不是 因为现在空姐面临的问题 比过去多多了 为什么多多了呢 这个人多了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 哪个飞机上 这人基本都一百多人 这人里头啥人都有 这人有不同的要求 有合理的 有不合理的 你碰上那讲理的乘客 管子好办 他又不讲理 这就哪 这什么好意思吗 这叫什么事啊 登机登这么费劲 你们和你这些事有没有矛盾 你们一边说去 你们这些空城工作能力怎么这么差 你怎么顾悟他 我们花了钱了您这怎么着 过来帮帮箱子放上去 来先生帮我一把 但是空姐这行有规定 这个乘客坐得再过分 你不能跟他吵 所以把这空姐给逼着 躲到那个工作厂 就乌乌之苦 这事当时还引发了 关于空姐的服务标准的大讨论 其实不光这是现实 影视剧里也表现过 有那么空姐叫爱珊珊 她是和这个乘客之间的 也是发生类似的合调 这乘客话说得很难听 她有一来气 一来气忘件事 就是这上头这个行李箱 它不有这个箱子有个盖 打开那个开关 她就忘了把这关上 结果飞机飞起来 一颠簸里头行李掉下来 把下面的乘客给砸住了 爱珊珊 杨姐 快帮着把伤者停放在过道上 小心点 不要随便动他 花钱做飞机 你们就要对乘客负责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通常的 你们不能不管 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要找律师 我要投诉 我要去法院告诉你们 那人家还不投诉 一投诉这个航空公司开会 把这事当做典型例子 就劈着爱珊珊 你怎么干工作怎么啥 结果他一度的委屈 这时候爆发了 你明知道有可能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 却不许关闭行李箱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就要指责我呢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程度的数据有多差劲 登机的时候 他自己那么重的箱子 让我放着行李箱 嘴里还不干不尽的 我举不动 就让他大手和我一起抬 那个大老爷们就站在那里看着我 后来要不是程务长来了 还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爱珊珊 这里是公司的听证会 不是菜市场 不是菜市场 也不是屠宰场 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干脆把我们空城 一个个都宰了算了 一上飞机就是四五个航段 节假日还要加班 一天占十几个小时 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都要保持微笑 我们空城才几个人 我们有几双眼睛几只手 其实这段大报告 我曾经问过一些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说他说的没错 我们一天心里老委屈 就遇到这种非正常事也挺多 只玩自个儿在那儿窝火 其实咱们话说回来了 如果每个行业的人 都只想到自己行业的负面的或者正面的 这行业没法干 360行哪行都有难处 哪行也都能安身立命 如果他不能安身立命 他就不叫行的 所以说我听到一些空姐 一度的苦水自己怎么不容易 那不容易你别干 在2929的客舱事故中 你的行为就是实质 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你就是要有专业的精神和职业的操守 我问你 医生和护士会因为病人讨厌 就不给他好好治病呢 消防队员会因为有些人素质低 就不去救人救火吗 咱们经常说我不容易 我碰这种情况我就说 那我容易 他容易 谁容易 没有任何一项职业天生是伟大的 也没有任何一项职业天生就是卑贱的 咱们都是为了吃饭 所以求得生存是第一位的 那你求得生存容易吗 谁都不容易 所以说你片面的就听空姐的诉苦 这不对 但是反过来呢 你看他这行业这么好那么好 也不可能 七年前 一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客机 在飞行时发生故障 幸运的是机长非常冷静 带领着机组成员 将故障飞机 成功地破降在了一条废弃的公路上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 一些乘客看到远处的飞机 并不像成员说的会随时爆炸 他们想起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后悔没有带出来 都纷纷地往事故飞机那边跑 太危险了 飞机随时可能会起火爆炸的 当时这个航班的乘客 当时这个航班的乘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有一位兴损下来的乘客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那个乘务长 一边呼喊着 一边向前奔跑 就在快要追上这位乘客的时候 飞机 起火爆炸了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职业 最有权利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还有被厮杀的呢 美国总统经常担心下台呢 尼克松还主动辞职呢 奥巴马现在一堆事焦头烂额呢 怎么应对恐怖主义 就哪行你看起来风光 它里边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东西 眼下呢 咱们这个空姐这个职业 挺受社会追捧 所以有不少野鸡大学 趁机招空秤这个那 承诺又报分配 骗有些女孩的来报名 来花钱来骗钱 就我在这里就奉劝一下这样的孩子 你想一想 哪个行业能像你看着那么风光 一点坏事没有 一点负面没有 都有 所以说咱们忌讳的是什么 不要被影视剧里头 或者说你表面上看的那些职业 那么风光所吸引 你要进哪个行当 你必须了解这个行当 了解这个行当体现 既值得它好的地方 也得值得它不好的地方 不要是看两条电视剧 就一头扎进我 非要当空胜当空姐 那样的话选择职业太过盲目 所以咱们记住 社会上任何职业 都有它有利的一面 都有它不利的一面 你不管进到哪行去 你都要坦然的承受 它好的和不好的东西 餐厅口味为何变化快 后厨纷争到底争什么 厨艺秘籍 拥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烹饪也得有情怀 大厨们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老梁故事会 厨师那些事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国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订阅